接下來就看夏安妮 她是1950年出生 1974年在印第安娜的聖母大學畢業 她1974年到1977年 來到大安區的鳳雲學院 就是林毅正 林毅正現在在做的鳳雲學院 她跟這個愛心絕裸畢語 學周易跟老壯 愛心絕裸畢語 她收了很多外國留學生 而且有一陣期間 她好像在台北交出的一陣期間 剛開始期間 是只有外國學生 沒有外甥人或本者人 跟她學這種經典 她1984年她的博士論文是周易的編傳 周易是整個變成現在的風貌 她這一本博士論文還沒有出版 她本來想說把它弄成她更清楚以後再出版 可是好像沒有機會弄清楚 到現在據我所了解還沒有出版 她比較註明的就是跟魯維一和編 劍橋中國不愛死 正是愛心絕裸畢明 她是鳳雲書人 她為了避免政治上的壓力 最初並不接受台灣本地的學生 那她這個UCLA的Richard Rudolph 是第一個外國學生 到了1971年的時候 有十多位來自各國的學生 其中有十多年來 這些外國學生 差不多總計有33個美國人 兩個日平人 兩個英國人 加拿大人 越南人 所以非常特別 就在這樣這個小班次開工在教授 那她的知名的弟子 比如說 簡墓上 錫文 孟當 范麗佩 吉德偉 吉德偉 好像是夏昂尼的前輩來的女士 衛培德 包庇德 這些著名的都來這裡學過 那她的這個夏昂尼教授 她的主要的學術方法 是用出土的文獻 來解讀遠古的文獻 就是像 詩詩物理 碧春秋 還有史記 還有這些築書紀念 之類的這些歷史 那她的結論是說 只有出土的文獻 出土文獻有時候會出錯 只有這些古代流傳來的文獻 古代文獻會出錯 剛剛我們引來一段 大家就知道 各本書所引的 其實她有一些錯誤 那只有用出土文獻 輔助這個古代傳下來的這些經典 才有辦法正確的解讀文字 解讀文獻 然後呢 她的一個目標是 所有的漢學家 都是用英文 漢文 英文 德文化文寫作 然後呢 夏涵宇教授 她堅持 她的絕大部分的著作 要用漢文來寫作 所以她是一個非常獨特的 那在網路上可以看到她講解的一個 Youtube 大家看金正門小說都知道 這個 翔龍九世 看龍游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漢朝到現在 有 就是 可能有數十萬個人 對義廳做了解釋 就是 初九乾隆毋用 是因為 因為 初九就是 因為 錢掛就是 六個羊都是羊 就是 六羊都是羊 所以呢 她的九 就代表 最底下那個 那個羊呢 那個羊 代表羊 陰羊的羊 代表就是 剛開始的龍 因為 還沒有得到大的認同 所以呢 你剛去一個新的地方 你一個 文人的國皇部長 剛到了國王部 你乾隆毋用 你不要剛開始就把這個將軍換掉 把這個總司令換掉 然後 不要到處去亂搞 可是呢 修安理 給了解釋說 不是 這個不是講這些東西 認為呢 這個錢掛的七個窯 都講的都是種田的事情 所以呢 她講的種田的事情 是 說文解釋有提到 龍這個字呢 她是 春婚的時候 龍會登上天 秋婚的時候呢 龍呢 會到這個地平面底下 所以這個龍呢 不是講說什麼 什麼 什麼 你一個 當 當諸侯啊 或是當一個 神長縣長 當國王部長的這個 這個當官的龍 她指的是說 她是一個天上的天象 這個天象呢 春婚的時候 會在 天空上 可以看得到 秋婚的時候 你會看不到她 所以從這邊呢 來看呢 說 那龍是什麼 這是 28秀 以前的人 這個清朝以前 民國還沒有創立之前 民國創立以前的這個人呢 不懂的 28秀呢 就是 就是不識字 就是 反正是沒有受不教育 這樣 宿主是秀 秀 CEO秀 28秀 就 這個 為什麼獨特秀 後面再講 然後 我們知道說 玄武門對不對 就是 就是 北方 北門 玄武門 所以呢 震龍在田 龍呢 就是 東方 所以呢 就是說 在 黃溫的時候 日落的時候 黃溫的時候 裡面向東方 可以看到 青龍 這個東方七旋 然後 他的解釋是說 東天的時候呢 完全看不到東方七旋 所以呢 不能進行龍事 所以 初九是前往勿佑 你不要 坐任的龍事 蹲任的 然後呢 初昏的時候呢 是九二 見龍在田 可以看到呢 那個龍呢 叫腳 腳秀呢 這個 在 出現在地平線上 腳 這個最主下 這條龍呢 剛開始 黃溫的時候 可以看到 這 這條龍的這個腳 已經出現在 在地平線上 所以 這是 這是九二 見龍在田 那 九三呢 就 細細肉粒 那那個 從早一直幫忙到往 趕快要去 要做事 然後 九五 飛龍在田 這個 整個東方的七樹 都會在天上 整個 整條龍都看得清清突足 然後呢 上九呢 是 這個 秋天晚上的時候 這個 抗 抗龍呢 不是這種 很傲慢的龍 抗龍是說 東方七秀的這個 這個 抗秀呢 這個 抗呢 這個 會成到地平線 底下 所以它 完全不一樣的解釋方法 其實也是 也許是 第一次有人 重新提到說 提到這樣的說法 可是呢 像安妮講說 不是他發明的 因為 古書裡頭 其實這樣的一個解釋呢 一直留在中國的古書 只是沒有人理他而已 他提到 春分的時候 飛龍在田 秋分的時候 是 過料在田 會 會 沉到這個 沉到這個 地平面底下 所以沒有人去 針對這個字 做正確的解釋 只會講說 阿龍就是 代表 一種 士靈之獸 士獸之手 怎麼樣 沒有回到 這種 老百姓 重點的觀念 這是 就是 我們剛剛講說 外國人 不可能 瞭解 書經 李經 易經 春秋 他們是不可能了解的 第一個例子 告訴你 外國人提出一個 我們一直忘掉的 一個 易經的一個解釋方法 然後 唐朝的空影答 其實也有提到 比如說 天的自然之氣 起於見子之月 陰氣使盛 陽氣潛在地下 所以說 初九乾隆年 這是相當的 見子之月 這是我們現在的十一月 那 儒家呢 從漢朝以來的儒家 以為呢 認為說 九二就是太祖之月 就是相當的我們的元月 那陽氣發現 所以是九三 他是劍神之月 他是三月 九四相當的五月 九五相當的七月 上九相當的九月 所以這樣的解釋 我們也沒有說完全放掉 其實 唐朝空影答的 周易真理是 所以在 在這個易經上 會不一樣 那他的另外一個 一個見解就是 所謂的 同人卦 他有另外一個解釋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現在是用加檢代表 陽卦跟陰卦 那其實呢 陽卦 我們從甲骨文 或者是 甲骨文沒有出現 我們從漢檢 或者是從國書裡頭 看到的一個 卦的這個代表 陽卦都是一個橫的直卦 可是呢 陰的這個代表 陽卦跟陰卦 陰的這個代表 他是寫成一二三三五六五六 可是沒有上面的一點印度 所以他是 他的那個寫法 跟我們現在寫的 這個 陽三連陰六段的他的寫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易經是這樣的 就是同人於一門無救 這個同人呢 就是我們經常講說 某某同人 我們現在寫成人愛的人 可是 稱同人的原因呢 其實是從這裡來的 是從易經來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留下來的文件是這樣的 可是呢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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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呢 像你認為說呢 陳其雍正 漏了一句 應該 應該要一個 同人於眾 因為每一句就是 同人於什麼 同人於什麼 除了九三是胡龍以馬 就是在 在 同人要前進的時候 我們有人在這個 野外的這個 草原上 準備要胡籍 這個 可是大部分都有同人這兩個字 所以他認為這裡有一個同人 然後呢 後面應該要有一個大師客鄉密 對 你可以看到說 一個 外國人他在做一個文件研究的時候 不能講說他 就 不了解 沒有辦法談我們的古書 這個 這個同人是 他的見解是什麼 再講一次 下唐裡的見解是什麼 他的 比較獨特的見解是什麼 這是原來的事 是 是 異星我們現在看到的同人 是怎樣 後來呢 他認為這裡要有一個同人於眾 因為大家 前面都有一個同人 所以九四有漏掉四個字 要一個同人於眾 那九三什麼 九三就是胡龍與馬 他講的不是同人 他是 說 他代表說 我們呢 所有的同伴呢 從門開始走 做到 中 做到馬 做到中 做到膠 這個 從 家裡附近 一直走 往野外走 所以 在前面的那個 那個九四 等一下再上一章 上一個你說 為什麼二跟四都是於中 對啊 所以他說錯啊 所以他說認為這裡要同人於成 所以他是這樣子從家裡 門是家門嘛 中是我們譬如說 這個城市 這個城家村 這個中 出了村門 中門 比如說這個 曹家村 陳家村 這個中門 所以越走越遠 蟎 蟎是什麼 蟎就是草棉 然後到達城 城以後呢 就出到郊外 然後 然後郊外呢 他這個字呢 是一個 高低的高 在一個耳朵旁 那個高低的高 在耳朵旁 是西州的寵物 獨准號還是高 各位有沒有對這個字 對這個字 對 所以 他的這個建議呢 我們需要 有出土的文件 來檢驗他 對或或或或或或 這是他的 他的 我們要檢驗他對不對 現在呢 我們有找到一個 魯嬰侯下侯照的墓 西漢初年 魯嬰侯下侯照的墓 他是在西元前 一百六次 他 他這個周易呢 有看到的同仁化 他是 同仁於門無救 沒有錯 六二同仁於中 沒有錯 可是呢 後面的字 跟現在的不一樣 九四同仁於城 是對的 他講的是對的 九五呢 同仁於什麼地方 那個字不見了 那個字 這是文獻人 認不出那個字 可是大師相遇 他猜說大師客相遇 可是他大師相遇是對的 然後呢 上九呢 同仁於高 這個字他沒有猜出來 這個字他說 應該同仁於什麼地方 那個字 原來的 現在的版本的異心是 寫同仁於交 上九同仁於交 可是呢 他說這個交重複了 可能不對 所以他不知道是什麼字 所以他空餘的字 他說不知道是什麼字 可是 九四乘以佣 是什麼意思 佣就是城牆的小圍牆 叫佣 或者是 比較矮的牆 也叫佣 那城其庸 就是同仁於城 他爬到城牆上的那個 那個城墨 我們稱為 一個土字堂在圍的 然後呢 我們看到了 景 發現呢 所有的 只要漢朝的古墓的 竹檢 或者是古墓的佛書 他的井字都不是寫這樣子 他的井字都是一個水井的井 底下在一個水井 所以這是標準的井的行為 所以這個字被簡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迅下坎上 迅乎水而上水井 所以這個字呢 其實是迅乎水而井 只是他 他告訴您說 這個井 其實是 應該井在上水在下 這個字要這麼寫 可是 有一個特點就是 註解跑到本門裡頭去 大家如果說 在研究四十五經年 我們就會知道 古書裡有這個現象 註解有時候 抄抄抄 會把註解抄成正緣 所以古書的部長是要求這樣子 古書要求說 正文要一本 經文要一本 註解 不可以抄在經文裡面 因為會跟他混在一起 那後來 軟緣在科十三經的時候 把註解 刻在經文的底下 結果被很多文獻學家罵 罵說你這樣子 會搞話你會怎麼樣 這是比較特別 我們可以看到 經文這裡 九二這個地方 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井、鼓、射、一條魚 這條魚叫腹 然後 縁 就是 井的這個牆破了 會有一些下雨的時候 一些髒水會流進來 我們看九二就好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 判檢弄出來的這個情景 因為打字以前打不出來之後 用血 所以井化是這樣子 是 底下呢 三個直畫 然後兩個短的橫畫 這是 砍 這個是 尋 尋 尋就是封 然後上面那個一個字畫 上下各一個短畫 這是水嘛 我們以前 像型文字的水就是這樣寫 所以你看那個就是 砍 所以它是尋下砍上 然後我們看九二呢 它是九二 五呢 它是玉 心 然後那個射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講說 高矮的矮 它是一個尾頭尾在一個神 所以高矮的矮應該是射 然後呢 射呢 身體就是寸長 所以射呢 應該是矮 所以這兩個字弄錯 那我們看到這裡就知道說 不對 因為呢 原來射箭的射是公 那個身呢 其實是一個公的象形 所以呢 那個字才是射 所以原來呢 不是射一條魚 而是射珠 是射一條大珠 封 大珠 所以 超大珠 為什麼射珠 為什麼射魚呢 或者是 那個古 那個魚 為什麼叫魚 原來的字是寫什麼魚 原來 這時候 從佛書裡頭看到的 字是魚 不是 古 因為古時候這種 偏旁的字都是後家 像 永遠的有 它比較叫做有有的 永遠的有 本來就是有有的有 但因為永遠的有 我們被借去當游泳的有 那怎麼辦呢 然後加三點水 游泳的有 保持它圓裡 然後圓形的圓呢 我們現在寫一個口字 底下在一個 動人看斷的圓 不對 因為圓形的圓呢 本來就是動人看斷的圓 那動人看斷的圓 是什麼 底下那個背 原來的古時候的書是頂 什麼頂 中頂的頂 那頂呢 在荒頂沒有花名之前 所有的頂都是圓的 所以它跟你講 就什麼叫做圓 什麼叫做圓 就是頂 那個上面那一圈 那個叫做圓 所以那個四方的孔 原來不是寫成荒的孔 原來是畫一個圓 所以呢 一個口背呢 古時候 你如果看所有解釋呢 他會跟你講說 口背這個字 古時候寫成口頂 那個 這是一個指示的字 象形指示 那指說圓呢 這是頂口 那個行動就叫圓 那這個圓被寫去用 怎麼辦 就叫加一的圓字 當作圓形的圓 就是會 字會被寫過去 就變成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玉呢 古跟玉 本來是通用的 就後來加了三根選 讓古跟玉的意思會分開